但是呢我请林涛帮我们在评之前 我也把刚刚我们杨明哥帮我们带到的 贺龙夜夜秀的道歉 那看似的道歉 但已经被大家说高级酸高级贵 他的一些大概的内容 他有虚心接受所有的评论 也表示他们已经跟律师陈俊翰道歉了 不过我想后面这段 其实真的是大家最想讲的 也是我们节目当时也讨论过 虽然大选结束 可是部分区立委是有地捕的机制 也期待未来陈俊翰律师 借由民进党内的安排 能够以地捕的方式 可以进到立法院 真正的卫生让者争取更多的权益 他们挺陈俊翰律师 更希望可以用实质的方式来挺 当然最大一个slogan 喊出来是2028 夜夜秀会尽全力的来辅选民进党 不会被有心人士给击倒 绝对不会被他人动用媒体出征 就黯然的把节目收掉 年后我依然会站在这个舞台上 用娱乐关心社会 用喜剧讽刺时事 夜夜秀会继续下去 萨泰尔不会妥协 除了预告 四年后会继续再来 想必对到时候的政治环境 也会造成一定的在选战期间 很热闹的造成影响 可是这更再度显露出来 我们刚刚讲的 下面的观众都听得懂 我觉得这是这个民进党在选后之后 走错的一个重要的一步 而且这个重要 这个错误的这一步 是有非常大的后座力 在2026 2028的选举一定会彰显的 你看民进党在选完的时候 直接从上到下 好大的官威哦 什么样的政府选上这么嚼白 这么的讲话这么大声 竟然直接警告一个网络的节目 一个夜夜秀的节目说不道歉 全部在所有的节目把你们轰到爆 有这一种好大的官威 所以我觉得今天看到贺荣出来道歉 我必须切得很清楚 声赞者声赞者开玩笑 他那道歉制作单位也道歉 都道歉了 可是你民进党从上到下 你是要把这个节目歼灭 你是要把这个节目掐到窒息 那你过去在检讨说 民进党这一次所有的年轻选票 都没有拿到 全部都跑去柯营或其他地方了 然后你同时一手 在歼灭贺荣夜夜秀 你不要忘记林静怡还说 我们这一代没有办法做到 你们下一代自己要努力 去抵制这样的媒体 没错 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在走反路 而且这反路在2026 2028 我认为绝对会是深水炸弹 会让民进党接下来 没办法拿回年轻的族群 你看到最近民进党还在吵什么 有一些人啊 选完啊 一下卖行李箱 一下卖气炸锅 然后这个网路一下串串 在上面留言 然后觉得好嗨喔 哇我一定突破同温层 全部都是同温层啊 真正不是同温层的在夜夜秀 你到底有没有注意 你竟然是去吹捧你的同温层 然后去杀你应该要拿到的这一种中间的选票 你到底在骄傲什么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民进党 他已经进入一个 就是说过去在选举的过程中 自己创造了很多活动觉得很嗨 觉得很感动 哇我怎么那么感动 可以办这么大的活动 让我们赖清德过关 你们赖清德是四成 而且你们那些活动吹出来是民进党基本派 他们以为扩圈了 可是事实上在threads上面的互丢 全部都是同温层 所以你基本上看到这一个系列 我不觉得啦 我不觉得民进党有真正的反省或检讨 或想要年轻人的选票 而且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你去看喔 如果你真的觉得陈律师要代表民进党进步分居 才有办法去保护这些的 这些相关族群的权益 太好了 陈俊在前面 只要一有人入阁 后面就给我放弃喔 就放弃逮捕喔 包括你王毅川 你敢不敢放弃逮捕嘛 你如果前面有人入阁 你逮捕了 你不是很想保障吗 我也很乐见 你就放弃入阁 你就放弃入立法院 你就不要进步分居让陈律师逮捕 我认为陈律师如果这一局逮捕了 那才叫民进党过去在讲赫荣夜夜秀才成立 否则全部都在讲假话 我认为全部都在讲假话 而且这个假话必须要强调 在2026在2028会非常重击民进党的选情 他拿不回来 所以其实我觉得站在国民的立场 我们国民的立场很简单嘛 伸仗者这样子的开玩笑就道歉 可是你不能让一个节目好像被见面 就像是过去陈耀祥要推数位中介法 过去民进党看到不顺眼的要把他见面一样 台湾的民主不是长这样子 所以反正应该也很常遇到王毅川 那王毅川当时在第一时间他不就说贺龙只要一天不道歉 他就每一天都喷 每一天都喷吗 那我不知道他应该想必对于 贺龙的那个高级酸高级贵的道歉非常不满意 每个人都有自己表达不满和道歉的方式 面对质疑也可以又转移焦点再反串 迎来了哄堂大笑 自以为成功了 但每一次的认错都会让人成长 但不认错会让自己退步埋下了犯大错的影子 讲得头头是道 但我们刚刚其实也透过了 林涛特别帮我们引出了这个影子 如果今天我们前面盘的有可能发生的话 例如庄瑞熊真的想要去接他新知所向的农业部长也好 如果游锡坤在 后天他没有选上立法院长 他也选择词部分区 那到了王毅川这边的时候 你是不是该给我们的陈律师一个 让他可以进到立法院 为伸仗者争取权益的位置 如果没有的话 到时候是你想让贺龙夜夜秀社会性死亡 但是可能真正的 射死的会是民进党本身 王毅川是一个非常懂得怎么去 炒流量的人 他的策略就是他会抓一个 当红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当红话题人物 去跟他对定 那你说他这次 那么生气对于贺龙这么生气 好代表说他 过去都很关心 身杖或者是过去都非常关心 有关于歧视性的言语 有吗 没有吧 对我们之前 最近大家有把一些民进党的 不管是彻翼粉专 或民进党的政治人物的 歧视性的语言都拿出来讲过 比如说 之前韩国瑜在选总统的时候 韩粉被讲成喜寒儿 喜寒儿不就是对喜寒儿 是一种歧视 那你有没有看过像王毅川等人 他这么生气的跳出来去骂这些 讲喜寒儿的人 说你们是歧视喜寒儿 有没有 没有 对 对不对 包括就是 最近大家也被搬出来 那个 吴思淮他曾经坐轮椅 脚开刀坐轮椅 然后被 网军撤意 形容成说 很可怜啦 坐着轮椅去开会啦 因为当那个蓝绿在 蓝银在杯葛的时候 然后上面在全五行 然后他只能 因为他脚受伤坐轮椅在下面 没有办法上去 然后就被把他截图下来 截图下来好像很可怜在旁边当看台 这你难道没有歧视就是坐轮椅的人吗 有啊 那你有没有看到王毅川出来去骂 骂这些人 没有 所以王毅川的套路就是因为现在贺隆在被沿上 所以他就是不断的去 针对贺隆这个事情去跟他对定 他就可以一直有流量 这个这招他用过很多次 上一个是 黄国昌 他一直说要去跟黄国昌辩论 然后有一次 他真的 好像是三党 在协商就是总统辩论的时候 他真的遇到了黄国昌 他还在黄国昌旁边拍一张照片 然后说黄国昌都不理他一直在抖角 不理他 就是他很会用这个 这个套路啦去刷流量 那你说 他真的去骂 贺隆是真的他很关心吗 我真的是不这么觉得 我真的不这么觉得 就是这种一种草话题的方式 那么 不过我觉得贺隆也是蛮会 草话题 也是真的啦 因为 其实大家现在一直在看说 这个事情被 被发生之后 大家一直在看贺隆态度嘛 但贺隆第一时间都没有出来讲话 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讲话 反而是他其他的 他的编剧老K啊 或者是周边的人出来讲话 但是贺隆本身都没有讲话 就大家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不 立刻出来讲话 因为他要在他节目的时候讲 为什么因为在节目讲话 这个 节目的影片流量才会高啦 那我是觉得他讲的也还不错 讲的也还不错 为什么呢 他表达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其实他对于就是 民进党 攻击人家 就是对言论霸凌这个事情表达不满 刚刚波基已经形容很多了 对 那他跟民党道歉 跟民党道歉其实 贺隆不是第一个人啦 之前 丁特 丁特也是个网红 他也曾经跟民进党道歉过 那丁特过去都是在 骂国民党 都是站在民进党这边 反对的这边去骂国民党 可是当他发现民进党执政 有很多做不好的地方 他开直播批评民进党的时候 他居然被大量的民进党的网军撤意出征 导致于他发一个脸书去跟民进党道歉 他说对不起 我不应该批评民进党 我应该对民党歌功颂德 那这不就跟贺隆讲的一模一样 然后 还有就是 我有一个更离谱的例子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有一个是专门做动物的频道 一个叫许博于简直 是 他们是专门 他是一个百万YouTuber 他跟蒋万安合照 对 合体拍影片 他只是去 那个动物园 动物园拍了一个介绍动物园的影片 然后 希望透过这个影片帮 动物园做得更棒 然后跟市长争取一些资源 结果因为有跟蒋万安合体 所以就被 民进党的撤意 骂爆 所以说你是不是 只要收钱啊你就可以帮 政治人物去护航啊 去帮来营的政治人物去背书 结果也是 他们后来也是 一把鼻涕的一把眼泪 开一个记者 算是一个 另外录一个影片 跟大家 也不算道歉 跟他澄清 就说什么时候 我们的 我们 台湾的言论 言论已经变成这样 就说你只要讲的东西 不是符合民进党的主流言论 你有很可能就会被出征 你很可能 很可能就要 道歉 甚至于你要拍一个影片 来澄清你不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我们 我们人要做这样的事情 先把不是保障 我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可是为什么这么多人 因为恐惧被霸凌 他必须要做这些事情 这是一个政府 一个政府应该给人民的对待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最深层问题 其实是在 其实是在这边 那至于说 王 回到王毅川的部分 王毅川 他绝对不会 就是如果说前面有人退 他绝对不会退 绝对不会让你成俊翰啦 绝对不会让你成俊翰啦 因为王毅川现在就是很想要补到那个立委嘛 而且 而且王毅川他 因为最近也有人在帮他啦 周玉寇在帮他 因为 对因为 王毅川他现在不是有个抢救王毅川大兵的活动吗 他跟周玉寇合唱了 一首歌叫因为爱情嘛 因为爱情 那一首嘛 然后后来 周玉寇这次在访问游熙坤的时候就一直戳游熙坤 就问游熙坤说 如果你立马院长没有选到的话你要不要 辞立委 游熙坤就不愿意嘛 所以两个就爆发 乙儿传儿之战嘛 互喷了 七十几次的乙儿传儿 那 这就是 现在其实有些人想要带风向啦 就是要让游熙坤 如果没有有院长的话 知难而退 那游熙坤只要退了 然后中间只要再有一个人入阁比如说庄瑞熊入阁 那王一川他就补到啦 那王一川补到怎么可能会让 不可能的事情好不好 他现在就是想要进立院 然后 他讲说他进立院就是要去 监督韩国瑜 但我觉得也是很荒谬啦 哪有立委监督立委的 跟监督黄国昌这他讲的 所以 他不会退 那 我也不觉得说民进党是真心的这个 保 多么的重视声障 因为之前我刚讲嘛 很多声障议题他们也没有发生 我觉得他们只是 就是在炒作利用这个议题 那告诉你啊 你只要 讲了一些言论是 跟我们主流意见不一样的话 你会被我们碰到死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